有队像的咖啡都知道 想要脱单脱得早 自己必须长得好 否则人表白 回应你 他就是一大板砖了 就在刚刚 男主帽嘎掉之前救出好机友 让对方感受到了过命的激情 从此他就化成贴身小男仆 把男主当成了自己小棉袄 上至端茶地水 再投喂 下至卖腹馅肉撩男主 把能干的不能干的 统统赶了个遍 男主生怕自己一个妹忍住 便灵异世间 于是便狠心对江江妹子 下了手 得着男主在末日还整了个心愿 但现一便想助他一臂之力 与他俩骑着飘来的摩托 还一脚地板悠久准备去完成 顺一台大踩变的心愿 可他俩一路撒瓜打野狂飙车 前面却蹦出个消防江江 在玩火 虽然此路不通能掉头 可后面又杀出一个 开油罐车的陆怒甲 明显就是来给玩火的送buff的 眼看两车户队要原地吃席 男主脑子一抽 就盯上了不远处的地下停车上 与他吊软车头 带上护不进 一摇油门杀了出去 但他没想到的是 地下也全是江江 本以为能杀出一条活路 没想到竟是拿脸探草丛 但好在不远处就是商店入口 与他俩一个非产入店 顺手关门 起了刚一入店 事故就闪现三个平平无奇的妹子 他俩顿时贼了激动 他们脱单的机会来了呀 而妹子们看到来了俩活的男性 那也是缠得差点口水流一滴 立马就整了个上口水 欢迎趴 外家原本就在店里的大叔 正好3v3组合 这要放在末日前 妥妥就一相亲大会呀 关键的仨妹子工作还挺特殊 是让宅男欲罢不能的 空姐 而男主的第九个愿望 正是想跟空姐谈个CP 这不逃上了吧 可几人刚喝个小嗨 江江就跟那儿咚咚砸门 吓得妹子们顿时抖擦了帕金森 眼看倒手的妹子因为害怕 无形唠客 男主便决定主动出击 找到了一个名叫尤家里的妹子 上来就问人家处处对象 铿铁智囊本质实锤 眼看自己脱胆的失败 男主必然跟好机友取经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机友跟初见的妹子都如脚似漆了 漂亮 这车速能直接上高速了 这一波掐着男主脖子灌狗粮 直接给他整了个内伤 于是本质打不过就加入的操作 男主拎起上头嘴 就表演了一个自己的隐藏技能 鼻孔 哈皮 吃瓜群中见了后 直接拎起电话 不行不行 惊人必愿吗 请马上安排一个床位 斯米达 就这样 在男主的骚操作下 众人暂时忘记了末日危机 觉得天晴了雨停了 末日也没那么可怕了 唯独男主一人跑到厕所 跟着狂偶排泄 眼看兔子要抱马桶睡觉 一双温柔的小手扑上了背 而来人正是妹子 由家里 男主顿时人都马了 看来这是游戏呀 毕竟妹子无视献殷勤 用三角函数一算 都能得出 这妹子是在疯狂说出信力呀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要来了 原来 临存在感的大叔 是个带伤路场 并且在此时发生了异变 有个幸运的妹子 以为大叔 是想玩点小游戏 可他刚摆出架势 就被师哥一口嘎嘟碎了 嗷一嗓子惊醒了大伙 本着有瓜不吃 非人也的原则 仙衣带的妹子 闻声而去 就看到那幸运妹子 已经玩茶皮了 与他一个分骚走位 就把自己刚认的小女友 耸了菜 可对方却想营养均衡 朝着仙衣就扑了过来 关键时刻 身后就突然出现了师兄 只见他一个爆摔 啃上了妹子 而男主也是人狠话不多 拎起大叔 对着对方的面门 就是一拳 只可惜妹子还是伪轻了 但妹子觉得 这或许是种解脱 临死前 他白给一个拥抱之后 就转身迎上了扑来的师哥 虽然男主想出手 但奈何实力不允许 于是他先找到现一会合 而机友也没忘记 此行的目的 是一台大型电视机 最后俩人只能扛起愿望 一脚摩托杀回天台 就玩着烧烤 吃起了游戏 而男主也再次打开心愿单 写下了新的愿望 回想起小时候 憧憬的梦想